声音乐 我很喜欢吃咖喱 试过很多咖喱酱 最好吃的都是柴鹤里的咖喱酱 用来煮咖喱鸡 好味到可以吃多几碗饭 首先醃鸡 大约半个小时 然後爆香的洋蔥 洋蔥要蘸少許水和鹽 炒勻後焗一分鐘 就可以拿出來了 我們用這個鍋 將雞肉煎到兩邊 每邊大約一分鐘 大約八成熟 洗乾淨的鍋後 爆香薑、乾蔥、蔥 然後就可以蘸走 放入濕咖哩 炒勻後 就可以加入洋蔥和雞 一邊炒至均勻 這樣就有一個 咖哩洋蔥炒雞 做一下 2擁抱 1擁抱 4擁抱 2擁抱 3擁抱 4擁抱 5擁抱 6擁抱